你如果不打会有什么感觉 好像是完全失败 有什么失败 香港男子板球队近年多次击败国际竞女 直到今年年初得到体院资助 大部分球员终于能辞去正职 做全职运动员 而刚刚起步的女子板球队 就没那么幸福了 天尾刚球员先要习分两小时 之后还要如常上班 不可以停 很喜欢打 感情 但是外出比赛的时候身份冲突 仍然会令她难受 有一次她要代表香港 对战老家巴基斯坦 她们全部看着我 然后她们说 不要说我们那些话 她懂得听的 然后我想是 我懂得听的 那将来会不会希望代表巴基斯坦呢 如果我认为韩国 应该是北斯坦 但我自己心想在香港 为什么 因为我生了 因为我生了 对中另一位主力 赖永奇以前是适应身 但接触板球一年已经打得非常出色 成为港队代表之余 更加获得体丸之助 令她可以投放更多时间打球 除了找到理想 板球更加将她带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最远的地方都是去过台湾 但我打了比赛之后 我第一次去的地方 就是去科威特 九个小时的飞机 两年前 拉永奇更加开始在香港 板球总会工作 上班教板球 下班都要继续练板球 队员个个都要畏口奔池 教练Charlie Burke又怎样看呢 我认为我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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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为了香港 我认为 我认为 没有太多人 能够的机会 放上香港的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